那简报55月这边我们先介绍的简单的工具 那这个文字会的我们来一些影像 那像这个MyEdit其实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软体 叫做VT导演那一家公司训练 他们推出的一个云端服务 那他的云端服务真的好多 不是只有你刚刚看到那个 你看有很多AI的 我们现在只是用其中一个 那这个你只要传上去就可以了 嗯 有没有像这个DEMO一样 所以哪位老师来试看看 知道我们当时有发收纪录 当然当然会有 对对对对 欸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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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他还是因为你要传到他的server 他才会帮你生产 对对对对 有没有老师来跟你来试看看 我的那个简报里面那两张 就是用这个做的 哈哈哈哈 好如果老师没有那我就用我的啦 来刚刚那一张有没有在这里 好来我就把它储存起来 好存起来 好那现在呢我就把这个档案传上去 有没有这就是刚刚老师提到的 因为他必须要上传上去 好 但是呢他有提到 这些资料使用完之后合理时间内会把它删除 好只是说他没有跟你交代是什么时间 好那我就来选 选我的桌面 这里 那么你的比例如果比较小 像我现在这个比例比较小 所以他就会有的时候他会问你要不要裁切 好那今天没有没关系好好 你看我们就找右手边如果有黄色这个就是付费 但是可以先预来对对对对好 比如说你要这个感觉的你就把它按一下 有没有他就问你要不要裁切 假如我不裁切也一样一样可以用 假如我不裁切他还是可以帮我生成 你看使用前使用后好不好 这里如果你是有黄色的这个他就会有一个浮水印在上面 像这样 有没有 所以你现在要卡通化真的很快 那甚至你要漫画化更快 因为他在这里 假设这个我不要 好我先舍弃 你要把你的照片变成漫画 我们往下走 这里有一个叫做漫画 这里照片动漫画 这样就差一更大 差一更大 你看在这边有没有 好一样用我的 点进去 好你就找右手边 那这个他就要登录会员 虽然是免费的但是要登录会员 比如说你要变圣诞老公公 来我先登录一下 好 这样有没有 漫画化 这个变化就比较大 这样子你应该比较不会想不开有没有 这样这个他就付费了 好换这个 所以这种方式是比较傻瓜式的 也就是说你也不用什么迪士词 我就选好风格 就直接点下去就好 好看一下 你看 有没有会差很多 这个就会差比较多 好但是有的人就喜欢这样子啊 就是不希望太像 可是又有一些那个漫画的感觉 好所以这个部分啊老师有兴趣 你可以稍微玩玩看 好那再来 56月这个 这个就是大家会有点担心的 照片转动画 来我用播放的给大家看一下 老师您看一下 你看我的楼上 我只有提供照片的 真的我只有提供照片的 你如果跟不熟或者认识我的 你觉得呢 所以你知道照片有问题了吧 声音也模仿 影片也模仿 可以吗 对 所以 老师你这页 这是第几页 56 老师打开第一个 你可以试试看 56页的第一 第一个连结就是它 其实这些都是连结到同一个网站 它只是不同的那个AI的服务这样子 好那你看哦 进到这里来了 有没有 好那 它有提供这个demo的影片 demo的图片 所以如果老师你不要上传自己的 你可以 从这边找 好那一样我用我的 因为 本尊这样看会比较 有感觉嘛 对不对 好你看点到它 上传 好它下面这边就在准备在深层哦 你看 有没有变成 头还动一下 有没有 但是你知道吗 不是只有这个哦 你看右上角 有没有很多 有没有可以做很多 对 来 你看 如果你要做这个 像这个是比较夸张的 对不对 我们做这个 有没有低头的 好点它一下 所以你看过文字的 你现在来看影片的 真的很厉害 做好的就可以下载 你看照片有了 现在这个 你看连 扎眼 低头 这个就一点点 不自然 对不对 是因为我这张照片 其实头没有那么大 如果你大一点 其实效果会 比较好 这样了解 所以你要讲话的 点下去 深层 好了 就可以按 download 只是目前它没有所谓的 那个 就是我们现在用免费的 所以它在左下角 会有个出水印 然后下载的时候呢 这个连 牙齿这个都帮我长出来了 对不对 只是这个比较强 我们 有另外 有 更真实的 有另外一个 那个虚拟主播那一种的 那 这个下载 它就是给你 比较重低解析度的 360就是640x360 像这样子 所以 这个是让大家稍微 体会一下 你看我们从文字 到图片 到 影片 现在这些 都很方便 对 那另外一个 室内设计也很好用的 这个在简报57页 57页这边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 第一个 对这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们现在的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场是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对不对 好 你看哦 我们如果这个场景 你想要把它改造一下 换成不一样的 你想看看 如果我们以前要改造是很麻烦 对不对 要跟设计师讨论 可是你看哦 我把这个 把它抓下来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场景的空间 先把它抓起来 好 我把它 先 储存起来 好的 OK OK 那现在呢 我再把它回到我这边来 你进到这个网站呢 只要用你的Google账号 好 登录就可以用了 好 好 我先登录一下我的Google账号 好 现在 他说 在这边 那我刚刚那一张照片 我把它叫进来 好 这个是我们现场的 那 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要变成什么样的房间 有没有 好 什么样风格的 比如说这里要把它改造成厨房 把它改造成客厅 是不是都可以 好 你就看你要哪一种风格 假设我把它改造成厨房 那 功能之外 那你要什么风格 禅风 对吧 好 我就请他深层 他就帮你把 把这个部分 深层 那人老是不用担心 他会自动风险掉 他就是把这个 你看 有没有深层的 这样子 以后 你们家改装的时候 有没有比较简单 我要跟设计师沟通 我就跟他讲 我要深层什么风格的 我大概像这样子 这样有没有比较具体一点 所以你看 AI的应用会越来越多 就是这样 他只要 能够 有他的机会 有他发挥机会 其实 AI常常可以做得很不错 你看 这个是刚刚的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像 哎 这个其实都可以翻译 好 您都可以把它用那个 翻译的部分 把它稍微翻一下 这样可能老师在看会比较 清楚一点 好 你看 我们来看这个 不知道是什么风格 有没有 他基本上就是会用相同的那个透视角 拿去把你改造 把你改造出来 那这个图就可以直接拿来用 好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边 介绍的那么多 有没有 这样比较好玩 所以我等一下呢 最后面我们再花一点时间来玩一下 这个 CAMAR这一块 那我先介绍 这个 AI的一些发展 给老师做参考 そう 复杏